我特别好奇的一点就是 当时大家第一次见面 就是那个节目的那个面试的那个时候 海选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是完全大学生的心态 而且应该是你第一次去参加一个面 就是杰芳果TV那个节目的面试嘛 你当时去的时候是抱着什么样的想法 是和现在一样就是想进入这个行业 还是说先好奇 更多的是兴趣使人吧 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在什么 周五周六的晚上 然后看看电视 然后看看各种综艺节目 然后当时就会很喜欢那个舞台上 大家一起很快乐的样子 你看我大学学的是不音本 就是学的不音本 但是你大学还学的专业和这个专业 当时就像咱们认识的不音学后的时候 当时我还上学呢 当时大二的时候 也是芒果TV的导演组 然后又联系到我们的话剧社 然后说有没有有兴趣的人去面试一下 然后我当时就报名 我还记得我打车 从那个我们学校是沙河校区 然后一直到 不是海淀的校区 在沙河校区一直到高位店面试 对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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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一想还是挺好笑的 那时候你晚上你要去看话剧 你记不记得 我记得 然后你说大家有没有一起看话剧 你还问我 然后当时就稍微在社工 我觉得当天晚上闲得很 我那天有点射牛了 我那天面试了大概半个小时 大概有三个小时在外面射教 三个小时在外面射教 好多你认识的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认识的人 大家都没有工作 都在找工作那边 就是他当时不是分批次吗 对 每一个批次都有我的朋友在找工作 甚至有那种两年没见的朋友 而且你的朋友会给你介绍新的朋友 然后就不停的加微信那天 是是是 我记得 我记得很深刻 就是当时我在这边社交加微信 然后你在对面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鞦韆上面 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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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坐在上面 对我一直坐在上面 因为我真谁都不认识 戴着黑框眼镜 对 然后当时真是很受控 因为当时也是玩的 其实也是有一点点这种小游戏 就我们现在玩的小游戏 对我们现在玩的游戏 当时咱们两个是一族 就莫比其妙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 我们两个刚好站在队尾的 第一个和第二个 是的 然后我们就 就一队 我们两个就是联手 把他们搞掉了 你记得记得 我记得 因为当时是玩一个僵尸游戏 就是我们两个就是联手 把他们全搞掉 那你是哪个时间点说 就是说想着说 我就是说从这个专业 真的真实的完全的进入到 现在的这个行业去呢 是大学毕业吧 就是毕业的 大学毕业就是需要去做选择的时候 是继续读研啊 然后继续从事本专业的工作 然后还是做艺人 其实是三个选项 但是我觉得你是从来没有遇到过 就是你要换工作 或者换一个不一样的行业 我唯一幸运的事情就是 就一直认准了这个自己喜欢的这件事情 一直在干嘛 然后来到湖南之后 这两年大家看到的 我的出现的频率多了 看到的节目多了 但你说前几年就是 我那时候在湖南的地面频道 我现在在长沙游的时候 开我们开那个车 就是路过那个街头 我说 这个商业街区 我在这个地方拉人 然后去跳跳绳 在收看到的是湖南娱乐频道 全民运动竞技秀 志在必得跳绳技 我是主持人小琪琪琪君 今天我们来到了徐特丽公园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我要在这里寻找我们的跳绳达人 我们现在出发去寻找吧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我们就是湖南娱乐频道 叫志在必得的一个 全民运动的节目